40多名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小朋友与家属 昨天是齐聚在立法院 因为台湾的法规虽然已经通过 明明有救命药却在健保署卡关 他们希望健保署给付喊并用药 能够尽速通过 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牵着妈妈的手 一步步慢慢向前走 他是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柏林 出生未满一个月被确诊 因为是罹患最严重型 医师帮忙申请使用免费治疗药物 至今治疗已经快两年 而且每个礼拜都有明显的进步 让妈妈好欣慰 不过并不是每位病友都像柏林这么幸运能够接受免费的治疗 因为斯比拉扎2016年12月上市后在全球39个国家地区获得给付 但台湾食药署虽然通过该药至今已经过了快一年 但却仍在健保署卡关 因此上午50多位来自各县市的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病友共同出面呼吁政府 能尽快排进12月的健保药物给付共鸣会 让病友们能尽快用上改善病况 我跟健保署通过几次电话 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还在跟药厂讨论溢价 那这个回答我们已经听了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常常如果有提出一些方案 我们应该就会尽可能的把它排入 那至于说排入以后 如果他们提出来的方案 还是很贵的话 那我们就不是很确定 这样子在讨论的时候 委员的想法会是怎么样 健保署表示该药今年1月取得药证后 已在1月和6月召开药品专家咨询会议 也与厂商进行多次的协商 若协商顺利将提至今年12月份药品共同拟定会议讨论 记者委员张自家特会报导